請問各位來賓有沒有採過金早的? 有沒有採過? 有沒有知道金早要用什麼採? 用手採嘛 要用手採 如果不小心掉地上怎樣? 要撿起來不能用腳採 不能用腳採 容易啊 金早都很辛苦 所以不能用腳採 我們每年都要安靜嗎? 小朋友 有一次我再叫小朋友 小朋友小朋友我們金早不用拉的 你們等一下去採金早的時候 金早不用拉的 要用什麼? 要用撿的對不對? 只要小朋友一聽到說 蛤?金早要用撿的? 我就發現啊 很多小朋友在地上撿 也不是在地上撿喔 原來在地上不要撿喔 要怎樣呢? 用撿刀對不對? 後來呢 我發現啊 拿撿刀很危險 因為金早很小顆 一個不小心會撿到手 後來我就想一個方法 教各位一個不用撿刀 金早不會受傷的方法 那怎麼樣才不會受傷呢? 注意看喔 我們要三個手指頭 把你喜歡的金早夾住 我們給它先轉一圈 兩圈 三圈 一直轉 轉三圈 二到四圈 就會把它轉下來 不管有沒有地頭都不會受傷 不管有沒有地頭都不會受傷 那我們可樂理由呢 是提供我們各位每個人都有一個盒子 踩到滿 什麼叫踩到滿 就是只要這兩點壓得下去 裡面怎麼擠都可以 裡面怎麼擠都可以 可是呢 有的來賓啊 進去果園之外啊 看到水果那麼多 不知道怎麼摘 然後呢 人家說可樂理由的來賓說 各位來賓啊 我們要上車了 要上車了 他才發現呢 只有摘兩顆而已 怎麼辦呢 沒有滿怎麼辦 沒關係 這個時候你就把盒子拿出來 拿出來 然後呢 老闆呢 已經有摘一些下來了 就直接拿在我們籃子裡面 補到滿 我們就會幫你補到滿 那有的客人進去之後呢 哇 摘這麼多 好好玩喔 太多不行啦 多的要怎樣 要還給老闆不能倒掉 倒掉就不行啦 要還給老闆 建議拿就不要再太多了 就不要再太多 剛好就好了 如果不夠 就會讓人補到滿 所以每一個人 離開我們園區的時候 都一樣多 不是 你說上班比較多 不是說我們處理的而已 我們處理的 好 那 我們一般 拍個果園之後 那一件事情 要問老闆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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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老闆你們的今早 有沒有 沒有 榮樣 這個時候老闆一定會說 沒有 對不對 那我們就放心了 老闆已經說沒有了 好像沒有問了 這個時候老闆 一定要再問老闆說 那你有沒有檢驗 檢驗才知道有沒有榮樣 好 剛剛我們講說 我們就是 農會跟農改廠組織的單位 那我們的果園 我們的果園 是有認證的 是有產銷履歷認證 跟藍兩嚴選認證 雙認證 在10月底的時候 已經送院 已經全部零檢出 零檢出 那他誰是隨時會抽查 如果有超過的話 還是會罰錢 我們果園一定是安全的 好 那前面呢 有個QR Code 有個QR Code 這是呢 我們家裡的QR Code 有手機的話 可以掃描一下 這個QR Code是我們家的 我們金棗不會感受最漂亮嗎 可是一定是最安全的 一定是最安全的 好 那接下來 好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金棗 好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金棗 金棗呢 它也不是棗子 好 有沒有 金棗跟金棘分得出來嗎 因為有來賓 來到這裡說 老闆老闆老闆 老闆老闆老闆 老闆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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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有没有人知道今早是属于什么科的? 有没有来宾知道今早是属于什么科? 我们每年都接了很多安心班的小朋友 有一次我在介绍今早之后 我就问小朋友,小朋友 有没有人知道今早是属于什么科? 知道,就是用小礼物 小朋友听到小礼物,一首歌非常踊跃 我就随便找一个小朋友说 好,这位小朋友请说今早是属于什么科 今早是最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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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都属于云香科 云香科 那云香科有什么特性呢? 各位有没有吃过橘子 吃过柚子 要不要剥皮 去吃下去就不要剥皮 剥皮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爽有有的 只要闻到一滚清香的味道 它们都属于云香科有特性 好,根基研究呢 根基研究里面影响成分最高在什么地方? 外面的皮 提一下各位来宾 你们吃橘子,柚子的时候有没有吃皮? 没有 非常可惜 下一次呢,我们买橘子的时候 我们就有点去吃 大家说好不好 有人要吃橘子皮吗? 好 不要那么辛苦 你不要说老闆叫你们吃橘子皮 这个水奶吃今早就对了 因为今早是甘菌里面唯一要吃皮的 好,学下各位来宾 有人知道金早是吃什么吗? 有人知道吗? 金早吃什么? 花笼 花笼 芝科 还有什么? 花坛 还有根科来宾报告 其实金早是吃好吃的 其实金早是好吃的 是你不知道而已 其实金早是好吃的 好,那我们今天来做什么 做梅香精早DIY 既然东西已经发了 我再教各位怎么做梅香精早DIY 好,一大借我 好,这里还有一包 那一包给我 那有人说老闆 你为什么要想这种DIY 因为呢 我们刚十几年前 刚做台湾国营的时候 台湾国营的时候 有客人来到这里 他看到说 老闆,这怎么会吃你? 我妈妈都跟贝来拜拜 说拜金做年以后 拜金早年年好 拜完就丢掉 他不知道这个会吃你 那后来呢 今天吃了一颗 可是里面还会酸 因为前面都是做蜜 因为前面都是做蜜 都减水甜 那我们就想说 我们呢 就可以利用五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把很酸的金早 变得很好吃 变得很酸的蜜 那怎么做呢? 首先呢 我们要把金早 地油去掉 地油去掉 然后呢 洗干净 洗干净 用厚一点的塑胶袋 把它装起来 这个量呢 大概半斤 好,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做好了 拿到金早 不要再拿去洗了 我们就洗干净了 好,那等一下 我们要准备哪些东西呢 冰糖跟美粉一包 对 好,我们家里 大部分都有 有一只锤子 锤肉用的 好,要准备一只 好,一包金早 好,一包美粉 跟白色的一包冰糖 准备这次用东西 那等一下呢 我们拿到金早之后 记得把带口往下折 让每一颗金早都露出来 好,请一下各位来宾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要带口往下折 有没有来宾知道为什么 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我们曾经接了 80位小朋友 在这里做DIY 80位小朋友 做完美香金早之后 满地都是金早 为什么满地都是金早 好,因为一锤都没有锤 好,就掉满地了 好,那等一下 好,吃一看 等一下我们会拿锤子 锤子有两边 看一下,锤子有两边 一边是平的 一边是尖的 请一下各位来宾 你真的用哪一边来敲会 比较好 平的 平的 尖的 尖的 好,如果有点用尖的 来敲我们的金早 就会把我们的休假再敲破 敲破之后 经常有很多汁 维他命C就 看到我们的脸上 我们的脸都是金早 等一下我看到哪一位来宾 脸上都是金早 都用尖的 好,那 所以我们用平的这边敲 那敲的时候 记得先不要敲 先不要敲 先不要敲 我们会有时间让各位敲 注意听 注意听 好,等一下敲的时候 记得不要敲到什么 不要敲到手 以前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敲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啊 一声 敲到手 我就跟小朋友说 什么什么 你们指量 他说 我 我敲到别人的手了 还敲到别人的手了 那也不能敲到别人的手 那记得 敲金早车 记得每一颗 敲破就好 敲破就好 像你的小朋友 一听到音乐的声音很嗨 就一直敲一直敲 没有多小时把它敲成金早酱 今天不是要做金早酱 不能敲的变成酱 可是呢 有的人 那我小力点就慢慢敲 太小力都没有敲破 没有敲破 一吃哇 怎么那么酸 因为没有破 端都没有划出来 所以我跟那个先生说 先生你要敲大力点 他才会破啊 他说好 很大的黑器啊 破了 什么东西破了 手机破了 手机破了 手机要收起来 好 那敲破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包 冰糖一包麦粉 两包全部加到里面去了 使用前要怎样 摇一摇 摇一摇 像我看到很多点 哇天气很冷 站起来屁股一直摇 哇很high 一点效果都没有 因为抓太前面了 要怎样 抓后面一点 这样里面的空气 手用力摇 手用力摇 这样摇才会均匀 才会好吃 才会好吃 好 摇好之后呢 我们要试吃一颗看看 吃起来看 看了不好吃 就把它拿出来吃一颗 哇 好好吃喔 已经可以的话呢 我们要放一个碗 跟一个盖子 我们建议呢 你連塑胶袋一起包起来 把它挤到碗里面 把它盖起来 放到家里 放在家里 什么地方都不会坏 都不会坏喔 肚子 肚子啦 我妈妈说 放到家里都不坏了 不要再生了 吃吃了 可是跟各位来宾报告 今早它是酸的 饭前吃两颗会开胃 饭前吃太多会伤胃 所以建议呢 饭前不要吃太多 没有吃完放冰箱 放冰箱 一个礼拜之内要把它吃完 因为它是新鲜的 一个礼拜之内要把它吃完 你不要放到过年 要吃油腻 过年要再静久了 过年要再静久了 好 那 这样没什么问题 没有 我们现在开始发锤子 为什么 有的人说 你为什么不先发锤子 因为拿锤子放下去 有人就开始敲了 我们有两首歌 不用急 我被地站上去 有两首歌 两首歌 听完再把它敲完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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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音乐 音乐声响起 才可以一起敲 现在都不能敲 我们要问看看 每一个都锤子 都拿到了吗 对 真的 还没